气氛很融洽温暖,也正因为这样,雷大卫有点懒洋洋的,斜靠在沙发上,看着高小敏忙来忙去打扫卫生,我则逗着盼盼争抢一只很漂亮的公仔鸭。 屋子里充满了盼盼快乐的笑声,他玩了会儿,忽然跌跌撞撞地爬起来,扑向雷大卫,爸爸。 雷大卫答应了声,宠溺地将他抱起来,狠狠地亲了几下,盼盼摸着被亲过的脸蛋,举起小手啪啪地拍着雷大卫的脸,爸爸好渣,雷大卫哈哈大笑了起来,与高小敏望过来的目光碰在一起,高小敏也是满脸的笑意。 我有些羡慕地看着盼盼,他一脸纯真,毫无防备地睡在雷大卫的怀里,比平时安稳许多。 曾几何时,我也有过那样的梦想,我的爸爸忽然有一天,出现在我的面前,重逢的喜悦过后,我可以窝在他的怀里睡一觉。 可是,现在,我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甚至快有高小敏那样高了。 恐怕,就算我的亲生爸爸忽然有一天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也无法像盼盼那样,窝在自己爸爸的怀里睡觉了。 和谐的夜,总是安静的。 空气中淡淡地柔软,使人像是在最寒冷的冬天里,进了间温度最适宜的屋子。 临睡觉前,雷大卫来到了我的卧道,将睡着的盼盼轻轻地放在床上,并为他盖上被子,觉得一切妥当后,才转身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终于还是无法忍受这种漠然。 我说,可能是我多心了。 我想高小敏,哦,不,是我妈他,他没什么,他只是太需要人关心理解了。 雷大卫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他说,我知道,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你妈头上的伤跟你有关系吧。 我还没答话,他又说,不用自责,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他的伤能换来你的理解也算值得。 他虽然未见当时的情况,却好像什么都知道,可是我心中仍然隐隐地不安着。 这段时间的怪异冰冷的感觉依旧残留在屋子里,久久不散,可是我却无法形容出来。 或者雷大卫也能感觉到,只是刻意地忽略着。 雷大卫说完就要出门,我说,大卫叔叔,能求你一件事吗? 雷大卫说,什么事? 我说,你可以尽量抽时间多回家吗? 我和盼盼,还有高,嗯,我妈都很想你。 雷大卫笑着搓了下我的头发,说,好,我答应你。 开了门,我和雷大卫都愣住了,只见高小米正拿着电话聊天。 他说,嗯,还行。 顿了顿,似乎在听对方说话,他又说,没关系啊,现在挺清闲的, 就是安安这孩子不知道跑去哪里了,让人很担心。 又是顿了顿,接着满脸惊喜地说,啊,你愿意帮我找,太好了。 我先谢谢你了,我看到雷大卫神情凝重地走到了高小敏的身边, 然后接过了他手里的话筒,高小敏疑惑地看着雷大卫, 我却暗暗地紧张,电话那边有人吗? 雷大卫对着话筒说,喂,接着,他忽然满脸羞愧,说,啊, 弟妹啊,不好意思,麻烦你了,是我对敏敏和孩子们关心不够。 好,再见。 挂了电话,他轻轻地将高小敏揽在怀里,说, 敏敏,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你放心,我会去找安安,一定将他找回来的。 高小敏说,没关系,是那孩子让人太操心了。 雷大卫的目光有意无意地越过高小敏向我看来, 我忙关了门,用自己的背紧紧地抵着门, 心里也是又惊又羞,刚才又是心中的小恶魔在叫嚣吗? 我竟然希望电话那边是没人,这样就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正想着,却见盼盼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眼睛亮亮地看着我,忽而甜甜一笑,说, 姐姐,爸爸说下次回来给我们带会叫妈妈的布娃娃, 五十八,总是想将这感觉留得长久一些, 现在想起来,从那以后的那段短暂日子, 居然是此后再未经历过的幸福, 直到现在想起来,也常常热泪盈眶。 高小敏对于我的意义,很难用文字形容出来, 当初他与扯拉酒鬼离开的时候,我选择了扯拉酒鬼。 他选择了扶高的时候,我选择了雷大卫。 似乎每次的抉择,都在拉开我与他之间的距离, 可是内心深处,我仍然像多年前, 刚刚失去最疼自己的爸爸的时候, 那样惶恐地渴望着他的爱, 渴望着他伸过泛着淡淡温度的手,来牵住我的手。 所以当他如其他的母亲一样, 每日里为我的起居操心的时候, 细心地整理我的写字台的时候, 学习到深夜爬在桌上睡着他为我披上外衣的时候, 却又不放心地轻轻地唤醒我, 让我上床去睡, 又将温度刚好的青州碗递给我的时候。 看着我一口气喝完淡淡地笑的时候, 我的心脏里充溢着陌生的满足与幸福。 每次他离开我, 我却久久地拥被坐在床上回味这些感觉, 我总是想将这感觉留得长久一些, 再努力地, 深深地将这些幸福与满足全部都磕在脑子里。 后来某一天, 我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色得难受, 看什么都像是聋着淡淡的雾, 而且终于因为看不清黑板上的粉笔字, 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 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黑板上的那道题是什么内容。 老师对我很失望, 同学们很诧异, 而我在站了半晌之后, 忽然情绪失控, 在课堂上垂着桌子大哭。 我还没有回到家, 高小敏就知道了这件事, 老师在还没有下课的时候就给他打了电话。 回到家里, 见他正在厨房里忙碌着什么, 而其实饭菜已经摆好在桌上。 我说, 妈, 你在煮什么? 饭不是都好了吗? 高小敏说, 我在煮绝冰紫茶, 你别怕, 这绝冰紫齐着呢, 你喝了, 眼睛就亮了。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却狠狠地沉了下去, 我的眼睛真的不好了吗? 我赌气地说, 我眼睛好着, 我不喝。 高小敏柔声说, 我知道你是怕, 怕自己瞎了。 真傻, 哪有那么容易瞎的, 我已经给你请了假, 明天去市里医院给你检查检查。 想到自己明亮的眼睛, 忽然就这么出了问题, 就算不瞎, 以后可能要像班里的四眼一样戴上厚厚的眼镜, 心里就千分万分地不愿, 又爬在桌上哭了起来, 高小敏将茶端来放在桌上, 说, 没关系, 就算真瞎了, 喝绝冰紫茶也能再让眼睛亮起来。 我半信半疑地说, 是真的吗? 他肯定地说, 真的。 茶也凉得差不多,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 很淡的香, 比较常见的茶叶要清甜一些。 我很喜欢, 一口气喝完, 然后闭着眼睛做了会儿, 再睁开眼, 高小敏那张精致的脸就在我的眼前, 他笑得很好看, 很温柔, 很清晰, 我高兴地大叫, 这绝冰紫茶真的好, 我现在觉得自己看得很清楚。 当然, 绝冰紫虽然有明目的功效, 却不会像高小敏所说的那样神奇, 第二天从市里回来后, 我就成了四眼女。 但是高小敏仍然坚持, 每天为我煮绝冰紫茶, 而我也每天只喝绝冰紫茶。 渐渐地竟然成了习惯, 喝不下其他的茶水, 只喝绝冰紫。 这习惯, 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可是我仍然戴着眼镜, 甘心地做着四眼女。 在照顾我与盼盼的同时, 他仍然每天打电话, 四处打探着安安的消息。 有时候, 想起那个让我一直急恨着的身影, 觉得模模糊糊, 那么熟悉, 又那么陌生, 好像真的, 从此不会再回来。 59, 这是高小敏的悲哀? 还是我, 安安, 你到底去了哪里? 我虽然一次次地对自己说, 高小敏是正常的, 我的妈妈, 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 可是在屡屡的失望之下, 她又一次的情绪失控, 撞入疯狂地将客厅砸得稀巴烂, 使我不得不相信一个事实, 如果安安找不回来, 她也许会真的疯了。 雷大卫刚刚舒展的眉头, 又紧紧地皱了起来, 开始想办法在广播上, 地方电视台上发寻人启示, 她自己也常常拿了厚厚的寻人启示单子去, 各处张贴。 我和盼盼也加入其中, 每天放学之后, 我就带着盼盼在小镇里四处穿行, 在比较显眼的地方贴上寻人启示, 那是一个又阴又湿的深秋。 冬天还没有来临, 可是那凉静静的风却使人冷彻骨髓, 盼盼跟在我的后面, 拿着浇水的手不断地发着抖, 手中的寻人启示也只剩最后一张, 贴完后我将她抱在怀里, 顶着无孔不入的冷风往家里走去。 她又长高了些, 小小的脸上总带着些不该属于她的忧郁, 那笑却再也没有出见时的纯而甜蜜, 想到自己在六岁前还是有爸爸的, 还是快乐幸福的, 而她现在还不到六岁, 竟然就已经失去了纯的快乐与幸福, 这让我很心疼无奈, 从她的身上, 我似乎能看到小小时候的我。 回到家里时, 高小敏已经穿好了大衣, 手中提着个很漂亮的真皮手带。 我疑惑地问, 妈妈, 你要去哪里? 高小敏说, 我要去接安安, 可能明天才能回来, 珊珊, 你是当姐姐的, 照顾好盼盼。 我心里一喜, 说, 安安有下落了, 她点点头, 说, 嗯, 不过这件事, 你不要告诉你大卫叔叔, 如果她今晚回来, 你就说我去你舅舅家散散心。 说完, 她的手从我的头发上轻轻抚过, 说, 绝明紫茶已经熬好了, 别忘了喝, 厨房里有菜, 你再烧点粥就行了。 我心里很奇怪一件事, 她是去接安安, 是好事, 为什么让我不要告诉雷大卫? 又想到她最近情绪不稳, 不由自主地担心, 害怕她一个人出门, 会出点什么事。 可高小敏的动作很快, 还没等我想清楚, 她就已经离开了, 漫天的冷风中, 她的长发飞舞, 风衣鼓动, 整个人显得又纤细又悲仓。 坐在电话机旁, 我几次想给雷大卫打电话, 却因为高小敏的叮嘱而放弃了, 为什么不能够信她一次呢? 再说, 我实在不想再违逆她的意思, 我早就暗暗地下过决心, 只要她开心, 她快乐, 我愿意跟着她的脚步走。 打消了告诉雷大卫的念头, 反而希望今晚她不要回来, 撵得我要说谎。 又想, 其实也不算说谎, 因为高小敏离开时, 只告诉我该怎样应对雷大卫, 却没有告诉我她要去哪里接安安。 房间里少了高小敏, 一下空了许多, 我细细地插好门, 便打开了电视机。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高小敏和雷大卫都不在的时候, 我居然可以放下繁重的课页, 无所顾及地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而盼盼也显得格外活跃。 她叫着跳着将手里的各类玩具扔上半空, 在街, 接住大笑, 接不住也大笑。 我心里微微的苦涩, 我不可否认高小敏在我心中和在这个家中的地位, 但偶尔她不在的时候, 居然是我们最能轻松最能高兴的时候。 这是高小敏的悲哀? 还是我与盼盼的悲哀? 我分不清, 也不想分清。 电视上正演着一个连续剧, 剧名好像就叫做母亲, 一个母亲为了自己患白血病的儿子, 呕心沥血的一生。 我看着, 淡淡的, 没有什么感想, 只是忽然想到某次我发高烧, 高小敏围着我跳大神的情景, 玩了半场的盼盼, 忽然眼睛里发亮, 尖声叫着, 辅高! 辅高! 六十! 辅高! 你这个混蛋! 她的身体僵直着, 咬牙切齿, 小小的脸上满是怨恨。 我觉得房间里的温度忽然很低很低, 冷得我止不住地发抖。 她叫了几声辅高以后, 就直盯着墙壁某处看着, 又像是穿过墙壁, 穿过城镇, 穿过树林高坡, 穿过人流, 只看到了辅高那片扩大的四合院。 院中丛丛花树, 在萧瑟的秋季都尾顿了吧。 我不敢打挠她, 一步步, 轻轻地, 却那样沉重, 走到她的身边, 猛地将她搂在怀里, 盼盼, 你怎么了? 盼盼的目光收回, 两只小小的手搂住我的脖子, 湿湿的泪水, 浑染在我的脸上, 合着我经济的泪水, 一起流了下来。 她忽然放声大哭, 让我怎样也哄不住她瘦小的身体, 因为悲伤痛哭, 而不断地站立。 我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能忘了, 高小敏将她整个人淹在水里的情景? 我甚至不敢想象, 在我和雷大卫, 还在安安不在家的时候, 只留小小的她与高小敏独处时, 这空旷在屋子, 阴晴不定的高小敏对她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 高小敏没有忘记斧高, 她一直都记着她, 她一定在房间里没人的时间, 不断地提着斧高的名字, 或者她给盼盼洗澡的时候, 也正叫着斧高的名字。 她记着她对她的爱, 对她的离弃与出卖。 也因为如此, 她才更加地放不开手, 有时候爱与恨同样多时, 已经分不清爱或不爱, 而心却再也难从那个人的身影中抽离。 就在这时候, 电话铃忽然响了。 我以为是雷大卫, 盲相遇到救命稻草寺的, 抢上钱将电话接起来, 然而我还没有说话, 电话那端却传来让我曾经痛恨无比的声音, 敏敏, 你还没出门吗? 我在等你。 我忽然明白, 高小敏是去了斧高那里, 可是她明明说, 是要去接安安的呀。 难道她居然是骗过我去与斧高约会? 一口气忽然涌到喉咙口, 我噎得难受, 说不出一句话来。 斧高有些奇怪说, 敏敏, 怎么了? 为什么不说话? 我在心里愤怒地喊着, 斧高? 你这个混蛋, 可是高小敏疯狂将自己的头刻在地板上的情形如在眼前, 我不是已经决定, 跟着高小敏的, 脚步走了吗? 我还能说什么? 我还需要说什么? 我还在搅合什么? 手似乎不再是我的, 僵硬得如木棒, 不听指挥, 如电视中的慢镜头, 一寸一寸地放低, 直到歌得清响, 电话被压断。 我机械地回过头, 发现盼盼正默然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的眼神, 只觉得心痛无比。 盼盼, 你不要做另一个我。 你不要像姐姐这样, 我用力地将他护在怀里, 就好像这房间里有什么危险, 正威胁着他。 我说, 以后, 我会保护你, 不会再让你受伤害, 门锁, 啪地被打开。 我吃了一惊, 回过头就见雷大卫立在门口, 他背着满身的诗意, 他走过的地方一路滴着水。 脱下大衣, 他诧异地看着相拥在一起的我和盼盼说, 姗姗, 你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我说, 睡不着, 家里没人, 没安全感。 他扑痴地笑了, 说, 你才多大, 就学着现在电视上那些恋爱的小女生们, 口口声声地说安全感。 我说, 你不懂, 你不会懂的。 盼盼不知道什么时候, 停止了哭泣, 这时便咬着手指, 目光一刻不离地盯在雷大卫的身上。 雷大卫换了鞋子, 说, 外面正在下雨, 秋天的雨, 真是凉哀, 刚穿上拖鞋。 盼盼跑到他的跟前去, 说, 爸爸, 我的布娃娃呢? 会叫妈妈的布娃娃。 雷大卫脸色僵了僵, 说, 盼盼, 爸爸这几天忙着找你安安哥哥, 没时间买, 下次出去一定给你买好不好。 盼盼满脸的失望, 嘴巴撇得厉害, 我看了实在不忍, 不由地埋怨雷大卫, 大卫叔叔, 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可以忘记吗? 雷大卫的脸色更加不自然了, 说, 珊珊, 我不是忘记, 我是没时间。 盼盼, 听话, 爸爸明天一定给你买。 盼盼说, 是明天吗? 我想杀了敏敏妈妈, 他是个, 盼盼走到雷大卫的身边, 静静地盯着他的脸看了会儿, 俯下身, 嫩嫩地唇吻在雷大卫的额头上, 他用短短的胳膊抱住雷大卫的脖子。 爸爸, 雷大卫被惊醒, 笑着将盼盼抱进自己怀里, 说, 盼盼, 你怎么还不睡? 找爸爸有事吗? 盼盼说, 有事。 他稚气地脸上满是郑重其事, 雷大卫嗷了一声, 饶有兴趣地问, 盼盼有什么事? 盼盼说, 我想杀了敏敏妈妈, 他是个坏蛋。 我愣住了, 雷大卫也愣住了, 他呆正地看了盼盼一会儿, 然后忽然转向了我, 他的目光灵力, 像黑夜里的刀光, 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雷大卫说, 是你教他的。 我有些惊慌地摇头, 还没说出话, 就见雷大卫一掌向盼盼过去, 盼盼小小的身体斜跌过去, 爬倒在地板上, 我大惊失色, 忙扑到盼盼身边, 将他护在自己的身后, 冲雷大卫大喊, 大卫叔叔, 你怎么可以打盼盼, 雷大卫冷冷地说, 我怎么可以打他? 你说呢? 其实我本来该打你的对吗? 可是你不是我亲生的女儿, 我自问没那个权利, 而且也不想让你像怨恨你妈一样怨恨我, 所以我只能打他, 谁让他要跟着学那些阴暗的东西? 不是亲生女儿? 阴暗? 我难以置信地听完他的话, 只觉得他忽然离我那么遥远, 他还是那个曾经给我温暖, 给我希望的大卫叔叔吗? 心中就那样泪雨纷纷, 不可停截, 大卫叔叔, 雷大卫的脸色也突然灰白了几分, 他躲闪着我的目光, 说, 珊珊, 我, 不是那个意思, 我刚才太冲动了, 我只是不想让你们, 他看了眼我身后的盼盼, 说, 让你们一直生活在怨恨中, 你们应该多看到我和你们的妈妈对你们的爱, 你已经长大了, 你该明白,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爱你的, 说到这里, 他似乎终于发现高小敏不在房间里, 说, 你妈他睡了吗? 我只觉得, 心里苦涩无比, 全身的毛孔里都盛满了沮丧和无力, 我带着盼盼向属于我们的卧室走去, 边走边说, 他去大舅舅家了, 说是散散心, 我不想再去分析这样, 随着高小敏说谎的后果, 我什么都不去想, 既然你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的脚步迈下去不可更改, 我能做些什么? 我该做些什么? 雷大卫显然不信, 拿出电话拨了几拨, 却又叹息了声, 靠在沙发上久久地不出声, 也许他是没有求证的勇气, 或者是他懒得去求证, 盼盼挨了打, 一直轻轻地抽气着, 眼中满是惊恐, 我的心阵阵抽痛, 只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用被子盖盐了, 这深秋的凉啊, 真要冻冷人的心。 第二天清早, 我和盼盼还没有起床, 高小敏就回来了, 他身后果然跟着安安, 他的脸色很好, 难得的满面春风, 雨后的天空, 也忽然乍栏, 看到雷大卫, 他稍稍地愣了下, 说, 昨天走得急, 没有跟你说。 我去接安安, 原来他一直躲在他舅舅家, 他舅舅却孩子气地 与他一起说谎, 总说没见过他, 让我们平白地担心这么久。 雷大卫不置可否地恩了声, 将安安拉到自己的跟前, 叮叮地看了半晌, 说, 近一个月没见, 到月壮士了。 安安低了头, 脸红得像茄子, 一声不吭。 高小敏说, 还没吃吧? 就知道, 你们几个在家连早饭都没人做的。 他说着打开包, 拿出后纸袋里热腾腾的包子, 装盘放在桌上, 又去厨房以最快的速度烧了牛奶, 提壶出来一杯杯地给倒上, 摆在个人的面前, 说, 今天就这么将就吧, 时间要来不及了, 吃了后该上学上学, 该出门出门。 又是二珊珊, 在你的眼里, 我始终, 雷大卫看着高小敏欲言又止, 高小敏给他拿过大衣, 说, 快去忙你的吧, 这段时间误了你不少事。 雷大卫终于什么都没说, 转身看我还在门口, 说, 珊珊, 你要迟到了。 我说我知道。 雷大卫说, 那你是想让我送你? 我摇摇头, 还有时间, 我想跟我妈说几句话。 雷大卫的眼神有些严厉, 我昂然地与他对视, 用我的眼神告诉他, 对于盼盼挨打这件事, 我有多么不满, 而我和高小敏说话, 是我们作为母女, 我该有的权利。 雷大卫的脸色, 渐渐缓和下去, 微微地发症, 一时愣在那里,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说, 大卫叔叔, 你先走吧。 雷大卫无奈地叹口气, 说, 别耽误太久, 上学迟到影响不好。 我嗡了声, 他走出了门。 安安已经学会察言观色, 嘴里的包子还没有咽下去, 忙又抓了两个, 躲进了自己的卧室, 连门都紧紧地关注, 高小敏停止了忙碌, 有些尴尬地说, 你都知道了吧? 我昨天听他说, 他往这里打过电话, 我偏过头, 硬忍着每次听到有关 辅高这个人的消息时的愤怒, 我说, 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 你根本不必向我解释, 我只有一件事求你。 高小敏默默地看着我不说话, 半赏, 苦笑着说, 如果是你想让我与辅高断绝来往的话, 不我大声地喊, 阻止他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我说, 是关于盼盼的。 高小敏目光中的警惕, 输地隐去, 除了辅高, 任何事都不能带给他困扰吧。 我说, 我希望我们不在的时候, 你别伤害他。 高小敏的脸忽然变得很难看, 说, 珊珊, 在你的眼里, 我始终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 真诚地说, 不。 妈妈, 你在我的心目中, 一直都很重要很重要, 我也从未觉得你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只是我不希望盼盼受到伤害, 因为我总能从他的身上看到我小时候的影子, 我很害怕这种感觉。 妈妈, 我相信你也希望, 你的生活中只有一个淳于珊珊, 因为淳于珊珊很不懂事, 总是伤害你, 也伤害自己,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越来越低, 越来越色, 终于到最后,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只是低着头等待着高小敏的答案, 也不知过了多久, 高小敏轻叹了声, 说, 珊珊, 你真的要迟到了。 她接着说, 我不会伤害她的, 因为她叫我敏敏妈妈。 我能做到的, 似乎只有这么一点, 我无法时刻地将盼盼带在身边, 有时候, 我觉得我欺骗了一个幼小的心灵, 我说过, 我不会再让她受伤害, 可是我得承认, 我其实保护不了她。 高小敏的电话聊天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肆无忌惮, 她已经不再避忌我, 她其实从来也没有避忌过我, 她在我和盼盼面前, 大声说笑着, 堂而皇之地提着辅高的名字。 辅高,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 我真的很忙, 快要冬天了, 我必须给珊珊, 安安, 还有盼盼弄冬衣, 买得不实在, 我再给他们织毛衣, 自己买的毛线, 什么? 给你也织一件, 美的你。 辅高, 你先别说其他的事, 就说你到底存了多少钱了, 什么时候还钱? 沙发上, 果然放着几个毛线团子, 等她挂了电话, 我走过去, 说, 妈妈, 你就没打算, 给大卫叔叔也织一件? 高小敏带着司机翘地笑, 说, 他是有钱人, 怎么会看中我织的毛衣? 他是有钱人, 怎么会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话,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 当着雷大卫也常常说, 对于高小敏这样说, 雷大卫常常无言以对, 明明已经是一家人, 可是高小敏总把你呀我呀地挂在嘴边, 就像在这房间里, 画起一个个方格子, 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都被他清晰地罗列出来, 像物品, 如陌路, 整整齐齐, 却没有亲密感。 六十三, 静学着怎么投机倒把, 一服, 然而,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你从来就不知道, 他的电话那端是否真的有人, 虽然我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有关辅高的电话, 百分之百都是真实接通的, 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呢? 又能够代表什么呢? 我早就不要再插手他们之间的事, 雷大卫说得对, 大人的事, 小孩子不要问太多, 虽然, 我自己觉得, 我已经长大, 根本就不是小孩子, 忽然有一天, 推开门, 漫天鹅毛, 满目银白, 冬天到了, 这是我们在这个新家的第一个冬天, 原来不知不觉间, 高小敏和雷大卫结婚, 已经快有一年, 雷大卫披着一身雪花进门, 身后跟着的安安, 也是满头满衣的白, 安安说, 这雪真大, 如果站住脚, 可以拉滑梨出去玩, 高小敏接过话头, 都这么大了, 还是只知道玩, 雪也不上, 也不学着工作, 整天跟在你大卫叔叔的身后, 真正要做个跟屁虫吗? 安安的脸仗的通红, 却一句也不反驳, 雷大卫说, 敏敏, 话不能这么说, 安安年龄小, 正是接受事务快的时候, 早早跟着我学做生意, 未尝不是件好事, 高小敏说, 就怕他好的没学下来, 尽学着怎么投机倒把, 一副痞子样, 这句话说出来, 雷大卫的脸都挂不住了, 忍不住冷笑着说, 他是你的儿子, 如果你不让他跟着我,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何必说得这么难听? 高小敏将手中的菜盘, 重重地放在桌上, 一言不发地进了厨房, 安安低声说, 我不吃了, 回房间睡觉, 结果这顿饭就只有我和盼盼在吃, 雷大卫虽然也挑着菜, 却很少吃到嘴里去, 皱着眉, 愁容满面的样子, 高小敏则躲在厨房, 一直没出来, 过了会儿, 厨房传来说话声, 雷大卫有些诧异, 说, 你妈在自言自语, 我说, 不是, 他买了手机, 是在打电话吧? 雷大卫嗡了声, 说, 到底是敏敏, 什么潮流都没落下他, 现在像他这样的, 整天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 还配个手机的人不多呢? 我说, 别人又不像他那样狠打电话, 雷大卫刚想说什么, 盼盼伸出小指头, 在嘴唇中间虚了声, 如精灵般的两只眼睛眨了眨, 说, 听, 福高, 我与雷大卫都侧耳听了下, 虽有听到高小敏说话, 但声音太低, 分辨不出说的什么, 雷大卫说, 盼盼, 你怎么知道福高? 却又不等盼盼回答, 只看着我, 我知道他是早就不相信我了, 与其告诉他, 高小敏每天与福高通电话, 而使他怀疑我又撒谎, 质疑我的人格, 斥责我身职在心中的小肚鸡肠, 白眼狼的记仇特性, 不如直接承认算了, 点了点头, 我说, 是我告诉他的, 你, 雷大卫气急, 将筷子狠拍在桌子上, 你太不像话了, 大概是动静太大, 厨房里的声音停止了, 盼盼说, 爸爸, 是敏敏妈妈, 他每天都和福高说好多好多话, 我忙捂住了盼盼的嘴巴, 可还是晚了一步, 高小敏站在厨房门口, 眼神复杂地看着盼盼, 雷大卫则闷闷地不说话, 似乎还在计较关于安安的那件事, 高小敏将目光从盼盼的脸上转开, 我稍稍地松了口气, 高小敏说, 我想过了, 安安跟着你也不错, 不管怎么说, 你会赚钱, 学点闲钱的技巧又不是坏事, 免得将来当个穷光蛋, 说不定会连自己的女人都卖了, 又是四, 有些事, 似乎注定就是悲剧, 那晚, 雷大卫与高小敏的卧室里, 传了乒乒乓乓的声音, 接着是高小敏的尖叫声, 我不敢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害怕看到高小敏如野猫般的私打男人, 也害怕雷大卫如恶豹一样的私打女人, 这实在是很令人失望又无奈的事, 我其实一直有个梦想, 我想拥有温柔慈爱知书达理的妈妈, 和气度宽宏不怒自威的爸爸, 可是, 我早就明白, 我没有权利这样想, 盼盼睡着了, 也许是做了梦, 小脸微微地皱起来, 满满的不乐意, 嘀嘀地哭泣, 他在梦中, 也是流着泪吗? 我隐约听到他叫妈妈, 又似乎说了布娃娃, 忽然记起, 雷大卫曾经答应给他买一个会叫妈妈的布娃娃, 可是直到现在, 那个布娃娃仍然在不知名的角落等待着他的小主人, 门忽然被推开, 我慌忙拉起被子, 盖住自己只穿着睡衣的身体, 雷大卫直奔盼盼床前, 像捧起万分针式的宝贝一样, 捧起盼盼, 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来, 打在盼盼的脸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雷大卫哭, 原来, 不管是男是女, 是坚强还是软弱, 哭起来的时候, 也都如孩子一样, 脆弱无助, 我不知道雷大卫是否在那时候, 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 已经后悔与高小敏的婚姻,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忽然记起自己的女儿, 他连他小小的要求也总是忘记, 总之, 他忽然将脸转向我, 说, 珊珊, 你说, 这个家到底好不好? 我无语, 我不知道这个家到底好不好, 因为我, 根本不知道, 好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只是与扯拉酒鬼的家相比吗? 雷大卫固执地等着我的答案, 重新将盼盼放回到床上, 为他椰好被子, 他又问, 珊珊, 大卫叔叔给你的这个家到底好不好? 我说, 比起扯拉酒鬼的家, 自然是要好些, 雷大卫说, 只是好些吗? 好吧, 就算只是好些, 为什么你和你妈妈还是这么不满意?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痛苦地皱紧了眉头, 似乎有说不尽的愁绪, 想起很久以前, 总见他的微笑, 脸上是带着令人心安的稳定,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原来也开始这样的痛苦? 想到当时高小敏本来已经跟定了府高, 是我求他, 让我做他的女儿, 可是现在, 他却因此而痛苦, 这都是我的错吧? 心里酸涩无比, 为什么总想抓紧些, 那一丝温暖, 那一丝安全, 那一丝依靠, 可是却总如指尖杀, 抓得越紧, 走得越快? 我很想念与高小敏结婚前的雷大卫, 可是我又怎么能肯定, 那时候的雷大卫, 与现在的雷大卫, 是不同的呢? 也许他一直就是这样, 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只是我将他想得太过高大, 太过完美, 我觉得, 他不可能做到如他所说的那样, 有我在, 一切都会好的, 就如我也做不到对盼盼的承诺, 以后, 姐姐会保护你, 再不让你受伤害, 有些事, 似乎注定就是悲剧, 无论你曾倾注了多少热情与希望, 但它就是不可逆转地成为悲剧, 让人猝不及防, 第二日清晨, 刚刚降过雪的天气, 又干又冷, 推门而出的那刻, 觉得寒冷像把锋利的匕首, 削着脸颊, 门口, 一个女人紧张地张望着, 不知道她在那里站了多久, 身体猝猝发抖, 见出来的是我, 眼睛暗了暗, 微微地偏过头去, 装作看其他的东西, 可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田凤, 她是盼盼的妈妈, 我不由地叫出声, 她见我认得她, 也不再躲躲闪闪, 颤颤微微地走到我跟前, 说, 你爸爸, 他, 在不在? 他今天出来不出来? 我说, 他在, 等会儿就会出来, 他愣了声, 勉强地笑了笑, 说, 我在这里等她, 我看她的身体实在单薄, 像颗寒风中快要枯萎的细弱静干, 我说, 你可以去隔壁的商店坐坐, 或者我帮你去叫她, 她忙说, 不用不用, 我在这里等就好, 你叫她她肯定整天躲在屋里不出来了, 我陪她站了几分钟, 犹豫着到底该不该替她想办法让雷大卫出来见她, 可是她却误会了我的意思, 说, 你放心, 我不会找什么麻烦的, 只是, 她苦涩地笑了笑, 说, 只是想借点钱, 你知道, 你爸爸很有钱的, 我只需要一点点, 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对着我说她, 多么缺钱, 但只需要一点点, 从另一个阵连夜走到这里, 没有搭车, 鞋子走破了, 脚很疼, 人很累, 我同情她的同时, 却不明白, 她为什么忽然向我打开话匣子, 对我吐出这些苦水, 亦或是壮举, 对她有什么意义, 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我静静听着, 却反反复复地想着一个问题, 一个一直想等她说出来的问题, 我说, 你, 不想渐渐盼盼吗? 六十五, 她横穿马路被车撞到, 尸体, 她愣了下, 眼里, 有失忆闪而逝, 然后摇着头说, 还是不见她了, 我知道她挺好的, 我本来想告诉她, 她不好, 一点都不好, 可是, 看着她受削落魄的模样, 我明白, 她帮不了她, 作为一个母亲, 她给不了盼盼什么, 帕子忽然很酸, 我几乎要忍不住落泪了, 为屋中那个小小的身影, 她有这样的母亲, 何其不幸? 我掩饰地离开, 走了几步, 听她还追着我的背影说, 我是没有办法, 拔不出来了, 其实我很想好好过日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那天傍晚, 我放学回家, 就见沙发上坐着个穿着制服的人, 房间里气氛凝重, 我巧立一旁, 那人手里拿了个小本子, 问雷大卫, 听说你前妻娘家没什么人, 是这样吗? 雷大卫神情惨然, 脸色灰白, 说, 是, 那人说, 是意外, 她横穿马路被车撞倒, 尸体就在医院的太平间里, 尽快领了回来操办后事吧, 雷大卫木然地点头, 说, 好, 我意识到什么, 不由地插口问道, 大卫叔叔, 是田凤阿姨吗? 她, 是她, 雷大卫沉重地抬头, 看了我一眼, 说, 是, 我大惊失色, 脱口说道, 怎么可能? 早上她还在门口等你, 说要向你借钱, 怎么会就出事了? 这时那个制服人说话了, 说, 借钱吗? 你是没借吧? 要不然, 怎么会在那么远的地方出事? 一定是没钱搭车, 她可能是步行一路走过去, 路段高有风, 加上太冷, 就出了这种事。 她的语气里有丝鄙夷, 她不了解田凤, 可是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即使前妻再不好, 落魄至私, 求上门来, 居然不肯相助, 这个男人, 定也是无情极了。 雷大卫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同情地看着她, 她一定是在自责吧, 可是又有谁知道, 田凤本来就是不止一次地来向雷大卫要钱, 她是个粉女, 给她钱是害她, 不给她也是害她。 可是我虽然明白这点, 也在这同情里, 含了几分的鄙夷, 高小敏的眼睛红肿如桃, 想来昨晚一番闹腾后, 也是哭了很久。 她冷笑着哼了声, 刺耳至极。 雷大卫再没有勇气抬头看她, 最后对那人说,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去处理这件事的。 那人起身告辞, 雷大卫去送她, 高小敏回了自己的卧室, 我的心像被什么紧紧地挤压着, 有缺氧的感觉, 偶然抬眼间, 却发现盼盼静静地站在客厅里, 那盆高大的啤酒树后, 面无表情。 我的心咚咚猛跳, 她明白他们刚才在说什么吗? 她知道田凤是自己的妈妈吗? 她知道她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她知道从此以后, 她彻底地失去了一个最亲的人吗? 好多问题涌上, 却是自问自答, 她一定知道, 她一定明白, 她虽然不太懂得, 可她知道。 因为, 她已经六岁了。 我记得我的亲生爸爸离世时, 我也是六岁, 当时, 我并不知道死亡代表着什么, 可是在没有她的多年里, 我一直用着自己的泪水与等待去验证, 这是生命中, 一场怎样令人痛彻心肺的失去。 我将她从啤酒树后面拉了出来, 握住她小小的手, 她的手冰凉。 我说, 盼盼, 不要怕, 一切有姐姐。 盼盼抬头看着我, 眼睛里却似什么都没有, 空空洞洞, 不见波澜。 很平静, 但这不是属于孩子的眼神。 我的脸忽然有些发烧, 她一定不信我, 不信我可以保护她, 照顾她。 我也不信。 六十六, 孤灯寒夜, 盼盼独自对着俩, 还是在田凤的娘家搭的灵棚, 由雷大卫一手操办。 我和安安都各自顶着高小敏给找的借口, 没有去参加丧礼, 而她自己却执意要去参加丧礼。 雷大卫拿言语不轻不重地阻挡了下, 她冷言冷语地说, 她和我嫁给同一个男人, 要在古时, 那是姐妹, 我自然该去送她。 那天清晨, 她穿着深深色的衣服, 抱着盼盼出了门, 盼盼一直拿着亮亮的黑瞳看我, 我不知道她心里的想法, 是想去呢? 还是不想去? 而我在心里, 也是赞成她去的。 我想得很简单, 她应该去, 只因为那是她的妈妈, 亲生的妈妈, 无论如何, 她都该去送她一程。 可是, 关于田凤的丧礼, 还是出了些意料之外的事。 比如, 田凤的娘家, 其实早已经不算家, 她的父母早已经过世, 唯一留给她的东西, 是那两间快要倒塌的剪割老房子。 比如, 林鹏其实并没有搭起来, 棺材就直接摆在老房子的最中间。 比如, 棺材前, 没有守灵人, 没有孝子, 而高小敏则主动带着盼盼桂冠。 听说, 因为老房子电路早已经湿坏, 所以房间里点着蜡烛, 孤灯寒夜, 盼盼独自对着两个妈妈, 一个活着, 一个死了。 比如, 由于田凤的尸体在冰雪中冻了很久, 已经变形浮肿, 从太平间里拉回来后, 又在没有燃火的废弃屋子里, 所以尸体一直没有暖过软来, 僵硬着, 无法换上新衣, 只得用剪刀剪了, 贴在肉上他生前的衣服, 然后盖上一层薄被。 可怕的是, 虽然屋子里的温度, 其实与外面差不了多少, 尸体却仍然在慢慢地消融。 棺材似乎被包围在淡淡的水汽里, 棺材的缝隙处渗出水来, 高小敏没有发现, 结果那水渍渐渐地扩大, 游到了盼盼的双膝下, 生命无常。 高小敏回来后, 几乎又要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他无法遏制体内强烈的关于享受生命的愿望, 他的口头铲又多了句, 做什么愁眉苦脸。 反正迟早都是个死, 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点? 见过死人吗? 我见过。 整个人像打了蜡, 又像放在硕大的铁锅里, 哈了阵热气, 一点一点地往外渗着, 他似乎有点无法形容那种感觉, 最后居然说, 渗着露水。 对, 是露水, 他不说汗水, 也不说是湿水, 他只说那是露水, 一具恐怖的尸体, 就这样, 忽然有了丝诡异的活力, 好像埋到地下, 有一天, 又会像荒野里的草一样, 从坟地里长出个新的人来,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笑将在脸上, 身体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说, 太冷, 这个冬天太冷, 可惜, 此阵非比阵, 这里的人大多数都钻到前眼里似的, 眼睛只盯着钱, 努力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只希望能多闲点钱, 没有人配合他昏天黑地的打牌, 聊天, 喝酒, 吃肉, 甚至当他在冬天里, 穿着牛仔短裙, 高脚靴, 上身是几乎要露出半个苏兄的阔领针之衫, 粗大针脚之间的孔洞里, 印出里出红色的纹胸石, 也无法过多地吸引人们的眼光, 高小敏说, 这里的人只知道赚钱, 太无聊, 太死板, 雷大卫知道, 他虽然痛恨扯拉酒鬼, 却在某种程度上, 怀念着在扯拉酒鬼家里时的日子, 而在多年后, 我却忽然明白, 他吸引不了人们的眼光, 并非那里的人们只知道赚钱, 而其实是, 他实在已经是个半老徐娘, 虽然风韵犹存, 却再不能够使人们眼前一亮, 67, 妈妈, 你太漂亮了, 更何况, 他几乎自闭的半年, 使自己行血鼓励, 实在缺了成熟女人的魅力, 他当然也发现了这点, 一度地缠着雷大卫, 为自己买了许多补身的药物, 和养颜美容品, 有那么一段时间, 他不玩牌, 不喝酒, 不是家务, 只是在自己的脸上涂涂抹抹, 要不然去美容院一待就是半天, 他的头发, 也被他折腾得很厉害, 开如烫成了大卷, 倒很有些高贵的气质, 可是不知冒出了个什么念头, 他将刚刚烫好的头发又去拉直, 并买了对小小的带花卡子, 将刘海斜斜地别过去, 又穿了深白色毛边的外套毛衣, 下半身是堆到脚底的蓝色牛仔裤, 那天, 我碰巧与安安同时回到了家, 进门就见高小敏翘生生地立在我们面前, 双手还插在牛仔裤口袋里, 脸上却是涂脂抹粉, 一派花红柳绿, 安安当场就挣住了, 我虽然已经习惯于高小敏的特立独行, 却仍然忍不住吃了一惊, 只希望他不要走出这个门, 在房间里秀秀就好, 我以为安安与我是同一个心思, 哪知道他忽然夸张地奔过去, 将高小敏搂在怀里, 说, 妈妈, 你太漂亮了, 高小敏的脸居然微微一红, 说, 是吗? 真的漂亮吗? 安安说, 真的, 真的很漂亮, 任谁都看得出, 他是由衷地夸赞着高小敏, 可是高小敏已经三十多岁, 又一脸风尘的样子, 配上这套清纯的衣服, 实在是说不出的怪异, 我冷哼一声, 将书包重重地扔在沙发上, 白了安安一眼说, 马屁精, 安安像没听见似的, 一直盯着高小敏看, 满脸都是笑意, 他说, 妈你别换, 我爸快回来了, 让他看看, 他在高小敏嫁给雷大卫的第二天, 就开口叫雷大卫爸爸, 好像他已经叫了他千遍万遍, 或者从生下来时就叫着的, 很自然, 不做作, 我轻视他的同时, 不免得要佩服他, 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 我其实也很想叫雷大卫爸爸, 在他和高小敏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想了, 可是直到现在, 我还是叫他大卫叔叔, 雷大卫曾为这个事, 拧了我的脸, 说, 你就是个别扭的小孩, 总是这么别扭, 听安安说雷大卫要回来, 不知道怎么, 我忽然就想起了一些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候雷大卫愿意抽出时间来, 陪我说话, 陪我度过我最难过的日子, 可是现在, 我都不记得上次与他说话是什么时候了, 微微地怅然着, 也不去计较高小敏那身衣服的事, 只连喊了两声盼盼, 却不见盼盼出来, 高小敏说, 他出去玩了, 我听了不由地吃惊, 说, 你怎么可以放他一个人出去玩吗? 他还那么叫, 高小敏说, 他总要长大的, 再说, 像他那么大的小孩, 都在外面玩呢, 又不是他一个人, 我心里知道, 他说的其实也对, 整天将他关在屋子里, 其实对他一点都不好, 况且, 他的内心里也有, 想逃离这间屋子的强烈愿望吧, 虽然如此, 我还是不放心, 过不得饭菜上桌, 先去找盼盼, 盼盼果然是在外面玩,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斜着身子, 站在医院栅栏旁的一棵松树下, 双手抱着头, 躲避着其他孩子扔过来的雪球, 极缕柔软的头发遮在额前, 我看不清他的眼神, 只见他的嘴巴抿得很紧, 一声不吭, 我最以最快的速度奔过去, 做出最凶恶的表情, 嘶吼着赶走那些孩子, 然后对他说, 为什么受欺负, 不懂得往家跑, 为什么要傻傻地在这里挨打, 探盘放下了有些僵硬的双臂, 我看清他的眼睛, 里面竟然带着些许喜悦, 他说, 姐姐, 他们是和我玩着呢, 雪球打人又不疼, 就像挠痒痒, 啊, 我奇怪, 他怎会有这么好的涵痒, 还是一直以来, 我的度量太小太小, 这一刻, 我觉得, 他不会变成另一个我, 他不会和人打架, 不会骂人, 不会反抗, 他是一个与我当初完全不同的小孩, 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 一边仔细看了看他的脸, 说, 都被打红了, 还说试玩, 下次不许玩这样的游戏, 他低着头没有说话, 我牵了他的手往回走, 快到门口时, 他忽然冷冷地说了句, 疯子, 这两个字像冬天里最冷的寒流, 激得我一个冷战, 低头看他时, 他也正看着我, 说, 姐姐, 今天福高来了, 六十八糟小米, 你又将福高引来这, 这真是太不能让人忍受了, 我相信盼盼, 就与他相信我一样, 在这个家里, 我与他之间, 因为相似, 而又完全不同的情感经历, 而有了跨越年龄的默契与了解, 所以, 进入屋子里后, 我直接就将正陶醉在安氏夸赞中的高小敏, 拉到了厨房, 安安大概见我神情凝重, 所以很自觉地没有进来打脑, 我说, 高小敏, 你又将福高引来这个家里, 高小敏答非所问地说, 盼盼告诉你的, 我的心猛的一柄, 立刻觉察自己, 可能又做了一件很傻很傻的事, 而且几乎无法挽回, 我说, 跟他没关系, 我猜的, 高小敏冷笑, 无语, 正当两人对迟的时候, 雷大卫回来了, 盼盼对他的归来, 已经没有什么兴奋, 他淡淡地看了雷大卫一眼, 搭把柳式葱草穷, 盼盼说, 拼图, 雷大卫说, 拼好了吗? 盼盼白了他一眼, 说, 废话, 雷大卫本来荡漾在脸上的笑容, 疏地僵住, 我站在高不敏的身边, 见雷大卫的目光愤怒地看向我, 也是一阵尴尬, 虽然我从未教过盼盼这样说话, 可他与雷大卫说话的神情及语气, 都似曾相识, 我知道, 那是曾经的我。 接着, 雷大卫的目光转到了高小敏的身上, 眼睛呼得瞪大, 脸渐渐地涨红, 嘴张了几张, 似乎想说点什么, 却又没说出来, 只无奈而又气恼地黑了声, 愣坐在沙发上, 看盼盼毫无章法的拼图。 高小敏从厨房里将饭菜端出来, 刚准备招呼吃饭, 雷大卫末地站了起来, 说, 今天是田凤头七, 那边还需要招呼下, 就不在这里吃了。 说完, 他黑着脸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 盼盼在听到田凤两个字的时候, 脸头也没抬一下, 我非常疑惑, 难道他对于自己的亲生妈妈, 居然是没有什么印象吗? 或者他与我是不同的, 虽然我们都在六岁的时候, 失去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亲人, 可到底还是不同的, 他不是我, 我不是他, 至少, 在他木然地拼着拼图, 听到自己的爸爸, 提起自己的亲生妈妈时,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安安紧跟着雷大卫走了出去, 说, 我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于是屋子里就只剩下了我和盼盼, 还有高小敏, 高小敏望着满桌的饭菜, 叹了口气, 给我和盼盼各成了米饭放在桌上, 悠悠地说, 听说头七这一夜, 回会最后一次回到自己的家里来看, 来完成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 带走一些没来得及带走的东西。 他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在对我和盼盼说, 盼盼的脸有些红, 他已经很能像回事的自己吃饭, 一口菜, 一口饭, 吃的异常规矩。 我觉得寒意阵阵, 没法子安心吃饭, 只不断地回头看, 好像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正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高小敏笑了, 说, 从小就胆小, 长大了, 还是个胆小鬼。 盼盼都比你强, 那天他跪在他妈的露水中都一点没怕。 我说, 高小敏, 够了。 你别说了, 他小, 什么都不懂, 但你不会认为我也还是那么小吧。 高小敏本来就没吃尽饭, 这时却又发起证来, 说, 怎么又变成高小敏了, 一提到福高, 你就不认我这个妈妈了。 你, 我忽然觉得无话可说。 这么多年来, 我想跟他说话, 交心, 却因为种种原因, 总将话留在自己的心里, 但与他在一起时, 总有说话的欲望, 偶尔他能专注地跟我聊两句, 只要不触及不开心的话题, 我都会兴奋好久, 如果是晚上, 就会导致傍晚失眠。 但是现在, 他显然有兴趣将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我却已经无话可说了。 69, 你刚才是故意拿球砸明闽吗? 高小敏忽然问, 珊珊, 如果让你有机会重新选择妈妈, 你会选择我吗? 嗯, 我感觉到嗓子里的那团米饭变成了拥有八爪的小怪物, 紧紧地抓住我的喉咙, 不上不下的感觉令我失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并且低估他的重要性, 一口水喝下去, 将那团米饭送入肚子时, 我边咳啄边说, 不会, 一定不会, 高小敏一点也没意外, 他说, 我知道。 接着又加了句, 其实很多时候, 我也希望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的心立刻又酸又苦, 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我安慰自己, 没什么, 又不是第一次, 他本来就抛弃过我的。 我学着他的口气说, 我知道。 我接着说, 我早就知道。 当晚, 屋子里显得特别空阔安静, 高小敏躲在卧室里, 可能又在打电话, 一阵阵地轻笑传出来, 飘飘荡荡在寂静的空气中, 令人毛骨悚然。 盼盼在玩皮球, 也许是觉得卧室没有客厅大, 于是他选择了客厅作为自己的球场, 球被拍得啪啪响, 却仍然压不住高小敏的笑声。 我说, 盼盼别玩了, 早点休息吧。 盼盼嗡了声, 然后又最后用力地拍了下皮球, 不知道是否他故意, 还是巧合。 那球居然狠狠地弹在高小敏卧室的门上, 门是虚掩着的。 我看到高小敏穿着半透明的睡衣, 懒懒地爬在床上, 一手将电话放在耳边, 另一只手玩弄着自己的发梢, 他的神情看起来就像我们班上偷偷开始早恋的女生, 兴奋而好奇, 抑制不住地激动。 盼盼不知是愣住了, 还是他就是不怕高小敏, 直叮叮地看着高小敏, 直到我将他拉开时, 他仍然扭头看着高小敏。 高小敏也是奇怪, 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斜斜地靠在门边,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将盼盼拉回我们的卧室。 我将门关紧, 然后问盼盼, 你刚才是故意拿球砸敏敏妈妈的门。 盼盼摇头? 我心一松, 还好, 他不是那个如雷大卫所说的, 生活在怨恨中的小女孩。 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高小敏对盼盼伤害很深, 也许我自己也一直在怨恨着高小敏, 却有意无意地希望盼盼没有再怨恨他, 如果刚才他承认是故意, 我想我对他会很失望。 这真的很矛盾, 好像人人对自己是宽容的, 允许自己做一些想一些不该做不该想的事, 允许自己在情感的折磨中怨恨, 却不允许别人也如此。 高小敏轻轻地敲了敲门, 说, 你们今天要早点睡啊, 因为今天屋子里可能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不知道盼盼能不能明白, 所谓不干净的东西指的是他亲生妈妈填缝的鬼魂。 可是高小敏的话却将人的耳朵刺地生疼, 我说, 知道了。 睡着了。 你别打脑我们, 我听到高小敏慢悠悠地踢他着拖鞋离开。 其实, 黑棺材其实代表了禁锢。 可能是我的胆子, 就如高小敏所说的, 实在太小人长大了, 胆子却好像越来越小了。 经过高小敏的反复提点, 我无法入睡, 辗转反侧, 脑子里全部都是关于田凤丧礼上的传说。 有人说, 田凤的丧礼实在冷清, 因为是粉媚, 即使雷大卫这样在镇上有点牌的人去邀请, 也是许多人缺席, 又说田凤的棺材是黑色的。 后来, 我从另一个人的死亡, 得知黑棺材其实代表了禁锢。 据说年轻跳跃的死亡和怨气重重的死亡, 都必须以黑棺材装脸。 因为这样的灵魂, 割不断对人间的留恋和恩怨情仇, 所以不愿去阴间, 于是驻留人世, 祸害人间。 而黑棺材, 则可以将它们永远锁在这方小小的空间内。 什么叫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假如人真的有灵魂, 又假如真的灵魂有之, 又假如黑棺材真的可以禁锢它们, 那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只记得惊醒的那刻, 脑子里那些清晰的画面, 有黑的夜里, 我独自走在有黑的路上, 不知道从哪里走来, 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看不到路的尽头, 只看见脚下, 透过有黑的大地, 深处, 在深处, 那些悠悠暗暗的眼睛, 那些被埋在地底的灵魂, 窗外, 一片清白, 原来已经天亮了, 头很疼, 身体困乏, 只恨恨地拍自己的脑袋, 整晚的怪梦, 很累, 穿上衣服走出卧室, 已经能看清屋子里的一切, 只见高晓敏披着睡衣, 默默地站在窗前, 不知再想些什么。 许是听见我的脚步声, 他转过头, 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就又自顾自地发呆。 我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像平常一样, 开始做早餐, 却也不好问, 只进了洗宿间洗脸刷牙, 出来时, 高晓敏坐在了沙发了, 看着我问, 你在做什么? 我说, 洗脸刷牙, 准备上学。 高晓敏搁得一笑, 说, 你睡糊涂了吧, 这才几点。 我说, 天都亮了。 高晓敏说, 你再仔细看看, 是不是天亮了? 我疑惑地往壁上那座房谷码头中看去, 只见时针正指在四点。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 半夜四点? 再细细地往四周看, 真的只是清灰满室, 从窗户看出去, 看得越远越能感觉出黑来, 果然还只是半夜。 不由得好笑, 说, 真的是糊涂了。 这夜怎么这么长挨, 刚刚埋怨自己没有休息好, 这会儿精神提了起来, 又怨夜的漫长。 高晓敏说, 是挨头七的夜, 是格外涨的, 我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寒颤, 冷冷地对高晓敏说, 你别总是头七头七的好不好? 你是在吓我们还是在吓你自己? 他微抬了头看我, 一直没有开灯, 悠悠暗暗中, 只觉得双眼睛像两个黑洞, 内中无误。 我自吓了自己一跳, 吃惊地往后退开两步。 高晓敏又低下了头, 我定了定神, 说,高晓敏,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休息? 高晓敏说, 我在等。 我说, 你在等什么? 高晓敏说, 你知道我在等什么? 你不愿让我说出来? 我愕然。 他不是在等雷大卫吧? 他从来就没有要等雷大卫的习惯。 他是在等斧高吧? 是的, 斧高是我最不愿意提及的一个人。 或者, 我猛地想起他在这个夜里不断提及的头漆, 头皮发麻地想, 不会再等田凤的魂魄吧? 我跌跌撞撞地往卧室跑去, 我得承认, 虽然他是我的妈妈, 可现在, 特别是现在, 我怕与他待在一起。 门口冷不防出现的身影吓了我一跳, 我惊叫着跳开, 定睛一看, 说, 盼盼, 你不睡觉起来做什么? 盼盼面无表情, 沉默地看着我, 我被他看得心惊肉跳, 止不住喝倒, 小丫头, 快回去睡觉。 站在这里发什么傻? 盼盼说, 姐姐, 我想尿尿。 哦, 原来是这样, 我拍拍自己的心口, 暗自嘲笑自己, 胆子是小到这个程度吗? 真的连自己都要嘲笑这样的自己了? 带着盼盼去了卫生间, 回来时, 沙发上已经不见高小敏, 他的卧室的门紧闭着, 我想, 他累了, 去睡了吗? 没有他的身影的空间, 使我的心稍稍轻松了下, 长虚了口气, 带了盼盼走回卧室, 继续这个漫长的夜里该有的睡眠。 七, 我曾自告奋勇地为他换过刀片, 带田凤的事情告一段落, 雷大卫明显憔悴了许多。 他甚至没有时间刮胡子, 黑黑的胡茶异常刺眼, 某个清晨, 我站在那里, 看着倒在沙发上的他沉沉睡着, 内心深处久不为他而触动的柔软, 忽然化作泪水, 如暗流般猛烈地涌动着。 我怎么能够忘记, 是他将我从扯拉酒鬼的大院子里带出来, 是他在我最无助最茫然的时候, 给我力量, 给我安全, 让我觉得人生还有希望, 人间还有温情, 可是现在, 曾经强大的那的他, 只是拼得沉睡着。 我走进洗漱间, 拿了他的刮胡刀, 是那种两个铁片中间加刀片的老式刮胡刀, 他似乎从未买过电动刮胡刀, 这种刮胡刀我并不陌生, 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的亲生父亲, 他就有这样一个刮胡刀, 我曾自告奋勇地为他换过刀片, 还割伤了手指, 那应该是, 久到我应该早就忘记了得的事, 可是我却清晰地记着, 我甚至还记得, 他看到我弄破手指时的疼惜神情。 换好了刀片, 我拿着刮胡刀, 走到了雷大卫跟前, 蹲下身, 给他刮起胡子, 指一下, 他就醒了。 有些茫然地看着我, 我对着他笑, 说, 大卫叔叔, 你很久没刮胡子了, 知道你很累, 你就这样躺着, 我给你刮。 雷大卫的眼睛, 似乎有些找不到焦距, 终于将目光定格在我的脸上时, 却正正地不说话, 正当我脸去笑容, 怪自己多此一举的时候, 他呼地将我拉入怀里, 狠狠地搂着, 似乎想将我嵌入他的身体, 我呼吸困难, 猛地推开他, 大喊, 大卫叔叔, 你怎么了? 我已经快要十四岁, 隐隐地知道了男女之爱, 同时也懂得男女有别, 况且, 自从他与高小敏结婚后, 他变了, 我也变了。 我们之间很难找到, 当时在扯拉酒鬼家里, 一起弄葱花饼时的亲近无间, 长久的疏离, 让我无法因此时此刻, 他忽然地失态。 雷大卫的手掌处流出一丝血迹, 他却浑然不觉, 我说, 大卫叔叔, 你, 你流血了, 我知道那伤口, 是我手中这柄刮胡刀造成的, 不由得万分后悔, 怎么会忽然想起来, 给他刮胡子呢? 放下刮胡刀, 抽了纸盒里的纸附在伤口上, 血虽然止不住地往外流, 好在伤口细小, 也不深, 我忙去拿了窗壳贴给他贴上。 雷大卫一声不吭, 看着我为他忙乱。 莫了, 我突然觉出自己的反应实在过激, 虽然那些只是曾经, 可也不是没有这么亲近过, 那时候他的怀抱, 是我唯一能得到温暖的地方。 我那那地说, 大卫叔叔, 对不起。 雷大卫低了头, 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听他语气淡淡地说, 刮胡子之前需要热水附一下, 再涂上肥皂, 像你这样刮, 准定刮下一层皮来。 你,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变成这样, 如果他与高小敏的婚姻, 只换回如此冷淡的他, 不知道我当初全力以赴地 想让他与高小敏在一起的做法, 是不是太傻太天真。 眼睛酸涩,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 有些事, 总是令人猝不及防地改变着。 那天早餐之前, 雷大卫就带着安安出了门。 我与高小敏和盼盼吃完了早饭, 就背着书包出门。 我说, 今天会晚点回来, 因为后天是元旦, 学校要提前连欢。 高小敏恩了声, 我看到盼盼的神情似乎有些紧张, 我说, 盼盼, 你在家里好好待着, 好好地等着姐姐回来。 说着, 我特意地看向高小敏, 高小敏只忙着收拾碗盘, 并不搭言。 盼盼说, 姐姐, 我想跟你去。 我犹豫着, 虽然一个学期要结束了, 可是我却还是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新的集体。 我仍然没有加入任何小圈子, 我的成绩一般, 我也许不是班里最好的学生, 却是最刻苦的。 课间很少与同学们玩耍, 只是低头做着习题。 我在班级里, 并不开心。 从一开始, 就根植在心中的孤独, 使我自卑自负而孤僻, 我宁愿坐在窗前想着自己的心事, 也难得与谁谁说上几句话。 我是一个不很受欢迎的学生, 我可以带着盼盼去参加联欢吗? 可以吗? 不可以。 我给了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然后狠着心拒绝。 我说, 我很快就回来, 说不定会给你带糖果或者其他的小礼物。 盼盼的眼里带上了几分蜥蜴, 说, 会有那种会叫妈妈的布娃娃吗?